最先画面来关心 高雄一位阿公爱孙心切差一点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 当时80多岁阿公拿存布到银行说要提领100万人 说是接到了孙子来电 表示近期要买房子需要补贴投期款 阿公一听宝贝金孙有急用立刻冲到银行 幸好行员很紧紧通报警方 后续也联络上真正的孙子 拆穿了诈骗集团的谎言保住阿公的老本